为协助在高警戒解封第二阶段期间生意下滑的巴沙摊主 政府将免除大约7000名由国家环境局管理或当局委任经营巴沙的摊位摊主一个月的租金 永续发展与环境部兼交通部高级政务部长许连旋博士 今天在Facebook贴文说 这项援助措施同政府早前宣布 为熟食中心摊主免除一个月租金的计划相似 全国商联总会小贩部主席认为 巴沙摊主和熟食摊贩在这段期间都面对顾客减少的困境 因此政府的拨款将能帮助他们 在巴沙一起共同奋斗了几十年的那些巴沙的摊主 他们一样也是面对着生活上的一些挑战 所以当政府还能够顾及他们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举动就是非常温软而且感动大家的 财政部上个月也在关闭疫情复苏补贴计划下宣布 因防疫措施收紧而收入减少至少50%的自雇人士 可申请一次性的500元补贴 受影响的巴沙及熟食中心摊贩也可申请这项补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